兩年多前我發表了一支影片 叫做《資工系學什麼?》 這兩年間獲得了很多迴響 感謝大家的支持 現在我影片製作的技術也精進蠻多的 也有一些不同的觀點 所以我決定再Cover一次這次的主題 這次我會用更濃縮的方式 帶大家了解資工系 也會探討更多的面向 我是在2018年畢業於台灣的清華大學 所以這次的影片都是根據我大學4年的經驗 每間大學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差異 不過大方向應該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還是會有一些參考價值 那我們趕快進入影片主題吧 首先我先讓大家了解一下 大學4年間資工系會有機會接觸到哪些課程 我把所有我修過跟資工有關的課程分為5大類 第一類是必修數學 包含了機率、離山數學、微積分等等 第二類是必修的資工理論課 資料、結構、演算法、作業系統等等課程 都包含在這裡面 第三類是必修的實作課 這些課程比較著重在真正的coding 不像其他的必修課 大多是以理論為主 第四類是必選修 意思是在某個分類的課程中 你必須修完一定的學分數 才符合畢業門檻 例如在我們當年的畢業門檻中 這四門課程就必須選一門來修 這些課程通常比較偏向理論 實作的部分較少 這些課程雖然比必修有多一些彈性 但有時候一個分類中的課程 你全部都沒有興趣 那也是沒辦法 還是得硬著頭皮把規定的學分給修完 最後一類就是選修課 如果你仔細看就會發現 課程名稱很潮的 大家會感興趣的 比較偏實際應用的課程 都會在選修課裡面 進入大學的第一年 大部分的課程都是在為你打基礎 所以很多的課都會圍繞在數學課跟理論課 當然還有最重要的計算機程式設計 這門課分為上下兩個學期 基本上就是在教你如何使用一個程式語言 到了大二可以看到理論課跟數學課的比例還是非常的高 以我當時的經驗 大一大二光是修必修的課程 就已經一學習20學分以上 已經很累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什麼餘裕 再去修你有興趣的選修課 到了大三是必修課程開始慢慢減少的時候 這時候你就可以開始選一些自己有興趣的選修課了 不過也需要注意一下平衡 如果主科你選了五六門以上負擔就會很大 有可能會應付不太過來 到了大四就是最自由的時候 核心的必修課已經修完了 所以現在你修課的自由度會變得非常的高 什麼課都任你選 最能自由選擇自己有興趣的選修課的時候 就在大四 一定要好好把握 不過大四的時候也開始出現要準備 申請研究所、出國等等未來規劃的問題 為了有更多時間準備 很多人可能都會只修最低限度的 12學分 而且都選良課或是廢課 像我自己就是這樣 錯過這個選有興趣的課 提升實力的機會 還蠻可惜的 建議大家可以先規劃好要怎麼做取捨 既然你已經看到這邊 如果內容是對你有幫助的 記得幫我按個讚支持我的影片 這樣演算法才會推薦這支影片給更多人喔 在這邊我們用圖表的方式來看我大學修過的課 可以看出理論跟數學佔了非常大的一個比例 而選修課跟必修的實作課程只佔了34% 我稍微整理了一下 用我工作到目前的經驗去判斷 實際跟軟體工程師工作內容有關的必修課有這8門 再把我自己選的選修課6門全部算進去好了 畢竟是我自己選的嘛 總共是14門 也就是說不算資工系以外的課 如果你未來想要成為軟體工程師 所有29門的資工的課中 只有14門是跟你未來的工作有關的 那我花這麼多時間 學這麼多沒用的東西 到底要幹嘛 相信很多大學生都會有這樣的疑問 這也是我剛畢業時心中很大的疑問 我大學畢業要找低分工作時 翻變了各種職圈內容 卻覺得工作需要的技能 我好像一個都不會 我大學4年到底學了什麼 當時我心中一直有這種想法 來到2022年 離我大學畢業過了4年 我覺得我開始慢慢體會到答案了 資工系培養的不是軟體工程師 讓我用一個生活化的例子來舉例 假設我今天要蓋一棟101 那我會先需要有人去設計他的物理結構 去考慮怎麼蓋才堅固 怎麼蓋才可以抵抗地震等等 一切都需要計劃好之後 才需要人力去根據前面的設計 來實際把東西蓋出來 我覺得軟體工程師就好比 實際去動手做的那些工人 而資工系刻感很大的一部分 是教你如何成為那個設計物理構造的人 而不是教你成為蓋東西的工人 這邊我必須理清一點 這兩個角色並不是一個上對下的關係 也不是主管跟下屬的關係 所以沒有高低之分 只是負責的工作內容不同而已 要說主管是誰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接近公投的角色 實際的情況並不是二分法 而是一個光譜 越右邊就代表越偏重技術跟實作 而越左邊就代表越偏重理論 看完這個比喻 我們再來看看真實的情況 你會發現資工系很多厲害的教授 自己也並不一定會下去寫程式 而是提供想法 讓下面的學生去實作 這就等於在光譜的最左邊 你會發現一個規律 當你往越抽象 越高階的位置去走 你本身實際動手的時間就越來越少了 大部分軟體工程師的工作 都在偏向右邊的位置 但是也有一些工作是要求對理論有一定程度了解的 卻會在比較左邊一點的位置 這沒有絕對的好與壞 有些人喜歡研究、創新理論 也有些人喜歡動手作 也有些人比較偏向中間 喜歡把抽象的理論拿來實際應用 回到原來的主題 當初我會覺得大學學了很多沒用的東西 做在工作都用不到 一方面是因為我當時的眼光太過狹窄 以為我畢業後就只有光譜右邊這個選項了 所以看不到那些東西的用途 另一方面是我當時有一個錯誤的期待 我以為大學應該教給我的是工程師應該具備的技術能力 而實際上資工系從來都不是要培養軟體工程師 只是剛好資工系學的一部分東西 跟軟體工程師所需要的技能有所重疊而已 硬要說的話 資工系培養的應該是 Computer Scientist 也就是電腦科學家 前面花了那麼多時間解釋 大學想要教給你的是什麼能力 接下來我們回來看原來的問題 大學學的東西到底用不用的到 前面我也說了 資工系的課裡面只有50%是跟軟體工程師的工作有關 那剩下的50%難道就沒用了嗎 在這邊我的看法是 大部分的工作都用不到 大部分的工程師工作 在剛剛說的光譜中比較偏向右邊 主要的工作內容會是利用程式語言來實作出公司需要的軟體 如果你的目標是想要成為一個一般大家所認知的軟體工程師 那那些比較高深的理論跟數學你大概是用不太到了 但是有少部分的工作會對理論的理解有比較高的要求 例如你可能會需要有能力利用數學把問題來formalize 或是研發適合的演算法來實際應用的 這就比較在光譜中間的位置 如果你想要成為這種角色 那理論跟數學就會派上用場了 這種工作的數量相對少很多 門檻也比較高 有些甚至會要求碩士甚至博士以上的學歷 不過因為人才比較少 所以如果你能升任這種工作 起薪也會比一般的工程師高 例如現在很多機器學習相關的工作都會屬於這種 不過這也不代表往技術方面專精是比較差的選擇 如果有很好的技術能力 還是能夠找到很好的工作 我覺得90%甚至95%的工作 都是屬於技術類型的 像是Google Facebook 等等大公司找的軟體工程師 也幾乎都是這種 所以也不要覺得這種發展方向就一定比較差 總之理論跟數學並不是沒有用的 而是要看你的目標是什麼 聽完前面的部分大家應該都了解 可以期待從大學的教育學到什麼了吧 那花4年的時間讀大學到底值不值得呢? 老實說我認為如果要成為軟體工程師 讀大學並不會是最有效力的方法 因為真的上太多沒有必要的課了 挑一個好的轉職課程 然後把軟體開發會用到的理論部分都補齊 我覺得大概會是成為軟體工程師最快的路徑 即便如此 我覺得大學讀資工系對我來說還是值得的 就像我當初覺得很多學的東西用不到 4年後的現在才慢慢領悟一樣 很多當下沒有直接用途的東西 或許都是實際到了才會浮現出來 況且很多人應該不是進入大學時 就抱著想要成為軟體工程師這樣明確的目標吧 至少我不是 再加上大學4年的生活 除了學習資工相關的知識外 還是有很多其他的部分是有價值的 所以我覺得讀大學總體來說還是值得的 不管你是想往技術的方向走 還是想要應用更多的理論 以我的經驗 單單只靠大學課程教的東西 都是沒辦法達到job ready的狀態 說得來慚愧 我自己剛畢業的時候 就是一個什麼都不會的狀態 在業界會使用到的技術 就我熟悉的部分來說 前端後端的library 還有資料庫的應用等等 這些東西都是你如果乖乖要把學校的課修完 你不會學到的東西 所以如果想要找工作的過程順利一點 我非常建議在大學期間 還是要自學一些工作會用到的技能 甚至做出一些project 現在網路上有非常多的資源讓你學習 要學技術的話 網路上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文章 YouTube跟Udemy也有很多影片課程 而要學理論的話 MIT跟Stanford之類的 全世界頂尖的學校的課程 也都可以免費觀看 因為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屬於 技術類型的團體工程師 現在在看的人 我猜大部分也都是以軟體工程師為目標 如果你是屬於這種人 我覺得大學所學的理論是已經完全夠了 讀研究所所學的東西價值不是很大 如果你只是想混個學歷 真的沒有什麼必要 如果是現在的我 我會選擇大學畢業後就開始工作 如果覺得遇到了瓶頸 或是學歷會有實質的幫助 我才會選擇繼續進修 而如果是想要以需要理論跟研究能力的工作為目標 那讀碩士或是博士 所學的知識才是比較有用的 雖然現在台灣的風氣大多都是 如果不確定就先讀研究所再說吧 不過我的看法是 如果真的確定有這個需要再去讀 如果還不是很確定 那先工作慢慢思考也無妨 等到自己真的確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再去做決定就好了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掰掰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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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